台湾世界展望会调查2022全台服务弱势儿哨生活样态和成长环境 从家庭环境与功能社区生活环境的面向 完成儿哨五大需求分析 调整未来服务的工作重心 日前邀请资深社工来分享服务经验 期盼今年透过红包传案募集 助学健康希望平安红包 帮助更多弱势家庭的儿哨 台湾世界展望会调查2022全台服务的弱势儿哨生活样态和成长环境 从家庭环境与功能、健康营养、社区生活环境资源、教育多元发展、安全需求等面向 完成儿哨五大需求分析 期盼借此报告调整未来服务的工作项目和重心 市展会东区办公室日前举办记者会 说明今年红包传爱募款需求 并安排资深社工分享生命故事和经历 我刚刚毕业之后就是应做洋叉同学拉我进来 展望会说你要不要来这边上班 说这个是在做什么 可是我回去就跟我妈分享说 妈 展望会是不是以前有帮过呢 然后我妈就说对啊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进来了 从那一个开始我就进来展会 可是我这个当中 其实我遇到很多问题 就是可能工作到一半我就不想做了 因为面临很多工作压力 可是我妈那时候讲过一句话 是一直到我现在我为什么会撑下去 就是她说 你自己都不服务原住民的孩子 那还有谁愿意来服务他们 所以那个那段话一直到现在 支持我将近28年 虽然很想退休了 但是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当你看到自己的主体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出一份心力 让那个家庭有所改善 那时候可能就是 就是有一些成就感 所以可以继续持续在这 主要也是有服务的热忱 你可以从蜘蛛人这边得到一些资源 然后透过你的服务 透过你的双手来改变 来改变一个家庭 那个成就感是非常的大 我们都知道身工这个工作是 就是对人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看到人身百态 什么各个丑陋的那个状态 我们都会看到 可是当你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就会坚持说 人都是可以改变的 当你透过你的服务 看到家庭有所改变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是真的很不一样 贫穷不应该成为这些孩子的原罪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你唯一 有一些事情 你是没办法选择 特别是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环境 这些对他们的孩子来讲 他们是没有办法做选择的 所以这些资源会把 或者是遇到 家里突然的巨变 或者是家记问题 会让孩子 青少年改到前途茫茫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红包障碍这样的方案 来支持展会所做的工作 2021年跟2022年分别针对儿童的五大需求 做了研究调查 那针对展会所服务的 将近三万名左右的孩子 这些问卷 我们收集之后 发现孩子们的需求 那特别集中在学习资源的不足 以及经济弱势家庭 家庭照顾功能不张的问题 那这个状况 这两个状况在东部地区特别严重 所以呢 展会也透过许多的服务方案 以及助学的方案的支持 希望让这些孩子能够减轻 在教育过程当中的负担 那也透过家庭教育等等的方案 希望能够来帮助这些父母亲 能够增加他们在家庭照顾上的功能 那希望透过红包障碍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社会大众一起来投入支持 来扶持这群弱势中最弱势的孩子 市长会东区办公室主任李玉敏表示 社工的养成不容易 投入需极大的热情和自我调试 但有社工的付出专业 转变不少弱势家庭孩子的生命 期盼有更多人加入社工行列 并响应儿童资助计划 透过红包传爱募集助学健康 希望平安四个红包 单笔红包进而达1000元 市长会就送独家设计的爱心红包袋 期盼在农历新年 为需要的弱势家庭孩子 带来祝福和支持 记者长帮燕吉安箱报导